有錢的 長得帥了 捲毛然後帶黑框 平常看起來有點斯文 長得特別醜的 真的 我的美女朋友 都是被醜男渣 他都在我帳號看我跟我 補充男生的朋友的聊天之路 我那個朋友真的發給我 就是其他男生的 那個照片 那你是怎麼發現的 反正他有玩教軟體什麼的 就是我們吵架 然後就直接跑去跟其他人拍美 然後就跟他們在一起 想跟劈腿的人說什麼 就是現在有在劈腿的人 書中刺有黃金U 書中刺有黃金U 我是明舅的建民 我是MG 輸了你 贏了世界 又如何 等一下這個很危險 我們今天來到源氏大學 要來採訪大學生們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是 請問你覺得什麼樣的人 會劈腿 欸 哇 我個人覺得是男生就會劈腿 喂 我只是犯了一個 全地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對 而且錯假錯乙錯乙錯乙就算了 錯到誤 那就有點誇張 哇錯誤啊 OK 為什麼我們訪問這個主題呢 原因是因為 沒有原因你們自己猜 除了你 然後順便想問一下同學 你們覺得 如果你身邊的朋友劈腿了 你會跟他 你朋友講嗎 或跟他男朋友講嗎 欸這真的很難 我告訴你 我直接講 我不會講 而且 他們要任何跟我分享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看到他有任何 可能劈腿的事情 我眼睛會直接閃掉 我的話 我是會穿一個小帳拿去告密 沒有啦 我覺得他值得知道真相 因為我曾經有當過那個 很多次跟人家講 欸 幹你男朋友這樣你不教一下嗎 男朋友這樣子你不管一下嗎 到最後他們又復合了 喔 把我排擠了 喔 你懂嗎 太多這種事情了 你知道嗎 好我們看一下太學生怎麼講 你們覺得什麼樣的人會劈腿 有錢了 然後就這樣 長得帥了 可能捲毛 然後帶黑框 然後平常看起來有點斯文 喔 所以你覺得平常斯文反而 有可能會做這種 就是私底下反差很大 私底下都玩很開 就是那種斯文只是為了調女生的 幹真的 真的很多這種人 長得特別醜 真的 我的美女朋友 都是被醜男渣 所以他說他 他說既然男人都那麼賤 那就乾脆直接找帥子 至少你帥的人還可以享受一下 然後再被 吐 沒關係 至少你有享受到那個帥的過程 啊你跟醜的就是 沒有那個過程 我們也遇到了老朋友 哇 我們今天在源自家老朋友欸 欸 妳是來自什麼 3年4班 傘傘好帥您 樹齡高中 3年4班 傘傘好帥您 妳現在大幾 我現在大一 哇大一 我們以前訪問過高中生上大學了 對 想問一下大學好玩嗎 好玩 比你好玩 欸 妳這樣大家會直接 好像你容過我一樣 想問一下你們覺得什麼樣的人 會劈腿 其實我覺得 反而越 是越普通的人 越容易劈腿 真的嗎 真的 那妳也這樣覺得嗎 差不多 那我想問一下 以這個邏輯來講 妳們兩個誰比較容易劈腿 蛤 蛤 那所以妳就會說 蛤 直接沒有畫到 這叫做 塑料姐妹花 現在前面 現在前面發現了 一位男生疑似剛被劈腿 我們現在要趕快問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被劈過腿對不對 對 上一陣嗎 對啊 上一陣 那他劈腿的當下 你的感受怎麼樣 爆哭一波 那你是怎麼發現 反正他有 玩教軟體什麼的 然後反正後來他 就是 我們吵架 然後他就直接跑去跟其他人 還沒 然後就跟他們在一起 教軟體是你發現的嗎 沒有他就跟我說 還是你也在玩教軟體的時候 滑到跳背這種女朋友 沒有沒有 反正就是 他就說他要玩 然後我說不行 不可以 但他繼續去玩 然後就是 我朋友就滑 然後就滑到他 然後你 那個朋友跑來跟你講 沒有沒有他就這樣 他說 白痴我 滑一下 然後我說 幹嘛 然後他說 白痴我 這是不是你女朋友 WOW 我那個 那個 反正有點開心 然後反正開心不起來 想跟劈腿人說什麼 就是 現在有在劈腿的人 看這影片 搞不好你們也有在劈腿 對啊 而且最近剛好 對啊 沒錯 書中自有黃金U 書中自有黃金U 而他們的朋友也有劈腿 這是男生的故事 他就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那個女生有一個 就是一直很好的朋友 大概好了 兩三年的那種 我那個朋友 跟他們兩個都是朋友 之後那個女生 就突然 不知道為什麼 就好像跟那個男生 就好像有點 就是 曖昧 對對對 然後 過不久就在一起了 但我那個朋友還不知道 是後來好像什麼 去壁旅還是怎麼樣 真心話大夢險 才突然這樣 WOW 你做高中的時候的事 對對 高中的時候 那你又跟他男朋友講嗎 NO 我會支持他 蛤 不是啊 他身後的感應之後 他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了 那你呢 你怎麼想 看狀況啦 真的是看狀況 看你梗的好 對看我跟誰比較好 你跟男生女生都一樣好 蛤 一樣 應該會先不要講 不然就是 就是可能 是關心一點 對對對 就是看狀況 選擇不講的 還有他們 應該是 不會 不要亂介入 讓他們順其自然 我去講搞不好 搞得我跟他們感情也不好 對 我不會講 我現在不講 然後看過程 我是看那種 就是比如說 出軌的這個人 我跟他比較好 那我就不會講 就是看哪一邊比較好 哪一個是你的好朋友 對對對 喔 反正你就會站在好朋友那邊 可是你們不會覺得 被 被劈腿的那個人 值得知道真相嗎 就看他那麼可憐 他總會知道的 他總會知道 最後不會知道 你包不住火的啦 你別說了 對啊 你要有一天 他們復合了 然後又反咬我們說 啊你破壞我們的感情 啊你料杯啊 幹我們很衰欸 喔 我給劈腿的人一句話 可憐啦 垃圾滾啦 我只能說你真的有點缺愛 呃就就不要被發現 不要被發現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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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我感覺 我感覺他 他不是在跟劈腿 他在跟自己講 不是 他不是在睡 不是睡在自己 他在自白 我要藏好 如果你要做那件事 就不要被發現 發現會很慘 OK 因為沒有被發現 其實就是沒這件事 出軌原則在被公開 沒被公開就 這段剪掉 哈哈哈哈 咔 也有人選擇告訴對方 看情況啊 如果是真的 很嚴重那種可能 可能 上床 對啊 就是精神跟身體 都跟人家跑的話 我覺得 真的會直接跟他講 但我跟他講說 你不要跟他講說我講的 當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上一個人就有跟你講 你不要跟他講說我講的 你不要跟他講說我講的 劈腿的話 我就是真的是 我們可以真的先 不要做朋友了 就算說 我真的被他發現說 是我講話 我也覺得說 你做錯事有什麼好意思 就是 我來探討說是誰講的 沒錯 你可以來譴責我背叛你 不然 那你就不要做錯事啊 啊你要騙的話 你怎麼 不好要騙 還被人家發現 真的是很爛 還他會告訴對方的原因 居然是 會 如果要搞的話 女生建議也去醫院檢查 對 對 對 我覺得身體才是最可怕的 欸 他講到一個重點欸 前面都沒有人提到的 同意 這個會帶 所以這個時候在跟很多男生講 不管你覺得 欸 可能 我不是包小三 我嫖妓也是 就是買賣而已 但是這種時候 你回到家帶給自己的另外一半 也是很糟糕的 很髒啊 真的很髒啊 因為我前次就看了一個文章 他就說 很多人探討 要不要帶保安套這件事情 都是說會不會懷孕 但其實更應該是 事實就是避免性病 沒錯 真的 對 OK Nice 有劈腿的經驗或故事嗎 我自己身邊沒有 可是我朋友有 但是我有被造謠 哦 你怎麼被造謠 是講到前男友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 跟前男友那我分手 然後分手之後 他都在我帳號看 我跟我 普通男生的朋友的聊天之路 然後那時候 就是我們其實在看 我那個朋友真的發給我 就是其他男生的 那個照片 蛤 但是我是覺得就是 沒有什麼 我就覺得這還滿好笑的 是 可是他那種就是 去網路上 就是給人家拿來的 然後他看到了 他就好像跟他的朋友說 什麼 就是剛分手 哦 然後就跟男生 然後就找到下一個 對 他就說我剛突然跟他曖昧 然後我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說 就是 第一我沒有跟他曖昧 然後第二就是 我就算我分手 我跟人家曖昧 對 我已經分手了 這是我的自由啊 這是你的權利 對啊 我想要趕快愛上下一個人 忘記你這樣 對啊 對 你現在看到這影片了嗎 不要再造謠 對 不要再造謠 小夷 剛剛看公跟蜑鬥 通關 通關 甜 uniformly 感谢观看